爱奇全播报 共享单车进入深圳湾公园 取城管部门初步统计 深圳湾公园假期间 每日接待入园市民 接近30万人次 同时还有共享单车 约6000辆 如此大量密集的共享单车 才会造成这样的窘境 虽然说骑车出行 是件好事 既环保又健康 但这样占领了公众资源的做法 并不妥当 希望能早日出台相关措施 解决共享单车停放问题 这样以后大家出门游玩 才能玩得开心 玩得放心嘛 当下是智能科技的时代 品牌厂商又是没点智能产品 还真的说不过去 近日微软表示 其意与卡西欧达成新的专利许可协议 授权后者的智能手表 使用起相关专利 并且本次授权的专利 都是微软尚未公开的专利 可以应用在卡西欧 WSD F10等智能手表上 这可以看成是微软 在接安卓智能手机后 对智能手表的再次收割 如果卡西欧弄个智能手表 我还是挺支持的 毕竟好过那块 重看不中用的苹果表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我的表没见啦 提到黑科技 大家肯定会想到索尼 今日索尼有一项黑科技 被知情人士曝光 据悉索尼有计划 推出全新1亿像素 集中画部被招式传感器 去曝光的索尼传感器 发展路线图来看 2018年索尼将分别推出 一块1亿像素的 44x33毫米传感器 以及一块像素为 1亿5000万的 55x41毫米传感器 1亿像素已经很夸张了 没想到还有1亿5000万像素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款传感器 会被哪家中画部平台采用呢 不过无论是谁采用 小辈妹子们都不会喜欢了 已经那么清晰的像素显示 让妹子们脸上的小侠 自藏哪去啊 还是玩玩自己的美颜自拍算了 任天堂上个月 才发售的星机switch 一直问题不断 即最近几天爆出的 机身背部出现裂纹后 今天又有国外玩家 发现switch机身 在底座模式下开始变形 实际上关于switch机身 扭曲变形的问题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上周就有几个玩家 反映了这个问题 据悉变形的switch 都经历了长时间使用 插在题座上 玩耍大概50小时之后 机身就会严重发热 拔出来冷却后 查看便会发现 游戏机的底部 已经发生轻微变形 如此看来switch 出现变形的问题概率 还是不小的 任天堂目前并没有 就switch变形事件 做出表示 遇到问题的用户 可以自行联系 售后看看 果然任天堂的游戏机 还是不要买手法的好啊 好了 今天的爱丽全宝宝就到这 明天见吧